各位弟兄姐妹 在现场的 在现上的 我们非常感谢神 带领我们今天早上一同的敬拜 我们一同的来 唱诗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一同来学习祂的话语 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 使得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要单单的称颂你 耶稣基督我们要单单的高举你 这里我们要谦卑的让你来教导我们 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 奉耶稣基督名祷告 Amen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朋友 我们进入2021年了 你对2021年带着怎么样的期待呢 你会期待更美好的2021年呢 还是像有些人说的 2021年会更加糟糕呢 你对2021年你是带着 美好的期待迎接 进入这2021年呢 还是带着消极的看法 来进入2021年呢 今年2021年 上帝会给我们什么主题呢 神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会在我们家庭当中成就什么样大能的事情呢 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 不管2021年是怎么样的 我们都不需要感到害怕 虽然有人会告诉你说2021年的情况不会更好 甚至有的人会告诉你更糟 但是你要记住 我们是有耶稣基督的 我们就像罗亚一家一样 我们在翻舟里面 不管外面的狂风大烂多么的大 不管外面的洪水多么的高 我们在翻舟里面是 有平安的 还记得有一首诗歌吗 有主在我船上 我就不怕风浪 不怕风浪 不好意思 我忘记了 我是天龙八部的高手 希望不要站走掉 OK 这首诗歌是讲到 门徒们与耶稣在一起的时候呢 他们在加利利湖上 那时候遇到暴风浪 如果有耶稣在他们的船上 他们需要害怕吗 不需要害怕 所以2021年 不管环境怎么样 不管将来怎么样 你都要知道 有耶稣基督在你的船上 有耶稣基督在你的家庭 有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当中 我们不需要害怕 不管外面的狂风大烂多么的大 不管外面的情况多么的黑暗 还记得吗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 整广 全埃及地都在黑暗当中 身所不见食子 但是呢 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呢 以色列家中 确实有光 所以我们不用害怕 就算有人告诉你 2021年会更糟糕 就算有人告诉你说 2021年会更加的黑暗 你要记住 你和你的一家 是有光的 那就是耶稣基督的真光 在我们还没有看 2021年的主题之前呢 让我们先来温习 2020年的主题 我们的 是什么呢 我们的2020年的主题 是什么呢 2020年的主题呢 有谁还会记得呢 我们来温习 2020年的主题 谁还会记得 2020年的主题呢 不要告诉我 一场瘟疫 一场疫情 我们什么都忘了 我们2020年的主题是 诗篇第65篇第11节 你以恩典为年税的冠冕 你的路径都地下自由 你以恩典为年税的冠冕 你的路径都地下自由 我们都知道 这里的你是指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他以恩典为年税的冠冕 他的路径都地满自由 然后我们这些相信 耶稣基督的呢 耶稣基督就会以恩典为我们 年税的冠冕 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路呢 也要地满自由 所以当我们跟随耶稣基督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呢 耶稣基督要用恩典为我们 年税的冠冕 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道路上呢 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丰富的供应 地满自由 就是福悲满意啊 还记得我描述一个图像给你们看吗 我描述一个情况给你们看吗 就是神的恩典大到一个地步 不管我们走到哪里都地满自由耶 那个自由一直滴下来耶 这个自由在英文是fitness啦 是真的讲自由啦 就是自繁的自由啦 但是他的意思也是讲丰盛啦 虽然呢不论我们走到哪里都地满自由耶 哇 你的牧师经历到这个神迹耶 不管走到哪里都地满自由 结果我2020年瘦了10公斤 瘦了10公斤 但是又增加了3公斤 现在是刚刚好了 太瘦人家讲不是不好看 太胖了也不好看 现在刚刚好吧 有人今天早上采收牧师帅到爆 各位弟兄姐妹 2020年 神的给我们的age就是地满自由 不论我们到哪里都地满自由 当然这个自由虽然有我们是指fitness 但是它更深的一个含义 属灵的含义就是指fomson 这个fomson不只是里面的fomson 也包括物质的fomson 所以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好多人 在2020年 虽然情况多么的糟糕 虽然经济多么的糟糕 我相信我们都经历到2020年 神怎么样以恩典为你和你一家的冠冕 神怎么样在跟随他的道路上 你的路径怎么样地满自由 满有神的祝福 满有神的祝福 所以不用担心 当时候我告诉大家 2020年 当我说地满自由的时候 不是说我们全部都会变成胖胖的 你的牧师也没有变成胖胖吗 那个地满自由是神丰盛的公义 我们在去年 有几次我们在崇拜当中 有听到弟兄姐妹的见证 当然我们没有播出来 因为我们可能用访问的方式吧 那些见证我们可能会用访问的方式 我们在崇拜当中听到一些弟兄姐妹的分享 当然如果他们准备好的话 我们会用访问的方式让大家可以听到这个见证 一些弟兄姐妹们的分享 他们看到神怎么样供应他们 神怎么样在经济上赐福他们 所以2020年虽然大家都觉得很困难 很多人在经济的困境当中 但是我们当中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看到神怎么样供应我们 神怎么样在2020年还是以恩典来围绕着我们 以丰盛的赐福 丰盛的自由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丰盛当中 我们每一个人不但一无所缺 甚至是凡事不足 我们教会也经历到同样的神迹 我们看到2020年 就算有了一段时间 我们要停止实体崇拜 但是在经济上 神依然供应给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甚至是有余 以致我们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然后2020年我们怎么样看到 神让我们走出这个舒适区 我们开始了线上的崇拜 一开始就一直到现在 没有停止 这是神的恩典 我们看到神怎么样以恩典围绕着我们的教会 以恩典为我们教会年岁的冠冕 我们也同时看到 当我们跟随神的道路 这是最近神告诉我的 当我回想2020年这段时间 当我在准备今天的奖战的时候 其中一个我要回想的就是 2020年这个主题的时候 神让我看到一件事情 我很诚实地告诉大家 那一件事情是我在2020年年头 讲这个经节的时候 讲这个主题的时候 从来没有想过 就上一个星期吧 就在那几天我不断地思考的时候 神告诉我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要怎么样经历到 你的路径地满自由呢 除非你用意踏出那一步 如果你不踏出那一步的话 这算是一个路径吗 不算对吗 路径就是你要踏出那一步 走 走才叫做路径对吗 如果你都不用踏出那一步的话 这还叫做路径吗 但你用意踏出那一步 那一步跟随耶稣基督的那一步 你就会看到你的路径 怎么样地满自由 我还记得MCO开始的时候呢 那时候教会不可以有实体崇拜 我们这边叫MCO 行动管制力 在有一些国家叫做封城 或者是索国 或者是lockdown 就是说你不可以有这些聚集 要减低所有的活动 要待在家里 那时候我就在想 我们是新议会四五堂 我们的总会是马来西亚新议会 我真的很为着我们的总会 马来西亚新议会来感谢神 因为MCO一开始的时候呢 他们立刻采取行动 在短短的几天内 就已经准备好 那个星期的线上崇拜 接着每个星期都会有线上崇拜 然后我就在想 MCO 不能有实体崇拜 我们总会又有线上崇拜 然后我对这些录制讲道 那些器材 我什么都没有 而且我也不会那些东西 所以我就在想 MCO是一个好机会休息 反正我把那个线上崇拜的连接 发给弟兄姐妹们 你们上去参加线上崇拜就好了 你们不但可以参加一间教会的 还可以参加很多间教会的 我就在这样子想 可是神却告诉我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他说我呼召你 就是要传扬我的话语 我呼召你就是要宣讲我的话语 所以神告诉我说 你不可以停 你要继续传讲我的话语 不可停那怎么办呢 我又不懂得怎么录制 而且我也没有那些器材 所以我一开始就很简单的方式 因为那时候MCO政府报告只有三个星期 我觉得三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 对吗 转眼间就过去了 所以我就用那种 presentation的方式 就是承报的方式 就是用zoom的方式 因为我有参加一些线上视频会议 我们很常用zoom来做承报 所以如果你要的话 你可以去我们的YouTube频道 你看我们第一次的线上崇拜 你知道是怎么做的了 就是用那种presentation的方式 然后就是你只会看到那个荧幕 你看不到我这个人了 因为我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信息 我觉得我不够不够不够帅 OK 不能这样讲 我觉得我不能善尽 不是不够帅 是不能善尽 OK 我觉得我不够会善尽 我今天才告诉人家 你的牧师也是一个网红 你知道吗 我的网红是什么呢 我是Google Local Guides Google本地导游 我在Google Maps里面 有很多的贡献 然后我的贡献包括我写的评语 我拍的照片 你知道有多少个人看吗 450万个人看过你知道吗 450万诶 可是他们不懂我啦 他们只是看了些相片跟评语罢了 所以也不能算是网红 OK 好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那时候觉得 哎哟 我觉得我不能善尽 所以大家都看不到我的脸 就是做presentation 所以第一个星期这样 第二个星期这样 就开始收到一些回应了 他们说 牧师我们很想看到你的人 我们不想只看到screen 我然后就开始烦恼 那如果要看到我的人 我要怎么录呢 如果你用这种presentation的方式 最多只看到一个小格子 怎么办呢 后来不断地祷告 神就告诉我说 用手机来录 OK 就开始用手机来录 然后第三次的崇拜 就开始用手机来录 第四次也是这样 可是用手机来录呢 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的声音很空洞 因为我没有那个mic 而且那时候MCO 你就算上网订mic 你也不能拿到 因为一切的服务都有 受到一些局限 虽然没有完全停止 但是你也不能立刻拿到 所以就暂时就用手机来录 然后手机的mic把它录进去 所以就这样子 过了几个星期之后 我们就进入了CMC 然后就跟教会的指示 我们讨论之后 感谢神大家都有这个看见 我们就买了这些器材 一直到现在 你就可以看到 我们是在教坛 用这些专业的器材 用这些专业的音响 当然跟国际的水准来比 当然还没有到那么高的水准 不过至少我们看到 已经不断地进步了 而且很多人的feedback 我的朋友的回应就是说 真的很难想象 我们只是一间小教会 我们参加实体崇拜的人数 通常只有40多个人罢了 大人小孩 但却能够每个星期 做出这样的献上崇拜 这是神的恩典 我真的看到这是神的恩典 神借着这个疫情 把我们推出这个舒适圈 让我们就开始做这些 献上崇拜 一直到现在 从那个screen presentation而已 到你终于可以看到 牧师这个人 那时候是在我的房间录的 你知道吗 当然你看不到我的船铺啦 你只能看到我背后的墙壁嘛 那时候是在房间录的 你知道吗 然后呢 从自己一个人一脚踢 我从不会 从零开始学 怎么拍 怎么样的简介 然后到我们就聘请 我们教会的同工 他已经是同工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训练他 也是从零开始的 训练到会做 然后就开始full time的 去负责 然后一直到现在 有一个团队 有年轻人一起帮忙 这都是神的恩典 你知道吗 所以2020年 我们看到神怎么样 以恩典为年税 为我们教会的年税 去冠冕 然后当我们又一 跟随神的时候 如果当初我跟神说 不要啦 难得可以休息啦 反正很多的讲道嘛 很多献上崇拜嘛 也不差我一个嘛 然后有很多借口 我又不会耶 然后我又没有器材 太多借口了咯 但是我在跟随神的道路 你知道我学会 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吗 当神要我们 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不要说不会 因为神一定会教你 重点不是你会不会 重点是不是神要你做的 当然我感谢神 神怎么样带领我了 我记得我去到 大学读书的时候 我是在UNIMAS毕业的 很多人以为本地大学 没有水准等等 但是我感谢神 我在UNIMAS学了一个 很重要的功课 那时候我去上课的时候呢 我们的讲师们告诉我们 一件很重要的东西 他说你不要以为你来大学 只是学知识 因为知识远远学不完 你也不要以为你来大学 学了这些知识就很厉害了 因为知识会不断地改进 不断地改变 所以你在大学里面 你要学的一个功课是什么呢 你要学的一个功课是 怎么样解决问题 你要学的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所以我们上课的方式是 每一个星期 一定有一个问题给我们的 我们的学习的方式叫做 Problem Based Learning 每个星期一定有一个问题给我们的 我们的工作是 找出所有需要的资料 去做研究 然后去解决那个问题 所以就这样子被训练到现在 所以我感谢神为这个背景 让我知道说 当我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 如果是神要我做的话 我们不可以放弃 就算你不会 也不要放弃 你要做的事 去学 有人以为说 我本来就会了 直到我告诉他们说 其实我也不会的 我是MCO的时候 才开始学 怎么录制 怎么解决 这是神的恩典 这是神的恩典 所以当神护照我们 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不要立刻跟祂讲不会 你要跟祂说 我在这里 请差请我 我相信你一定会教我 这是我看到神 怎么样在我们教会的恩典 一直在我身上的恩典 包括现在负责的同工 也是本来什么都不会的 也是从零开始学起的 要学怎么去解决问题 要学怎么样去简介 去录制 然后每一次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 有时候是音响的问题 有时候是录制的问题 要怎么样去改善它 要排除不同的可能性 一直找出到问题为止 所以我也在训练 我们的同工们 怎么样去解决问题 我们发现问题 有三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 有些人可能活在很幸福的情况当中 就算有问题 也不知道有问题 我也不能说这个不好 可能你真的很幸福 因为你身旁 总是有人帮助你解决问题 你根本都来不及 知道有问题 问题已经解决了 我要为你感谢神 如果你真的这么幸福 也没问题的 然后第二个情况就是 我们会知道问题 但是就知道而已 但是第三种情况呢 这是我对年轻人说的 如果你要被你老板重用的话呢 你不只要找出问题 你要解决问题 当你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到 你会不断地被生死 因为老板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了 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好 所以我们看到2020年 神怎么样用恩典 为年税的冠冕 为我们教会年税的冠冕 我怕再转几圈呢 你们的注意力不是在我的讲道 是在我的头发 然后我们的路径 当我们又一跟着耶稣走的时候呢 就地满自由 那2021年呢 神给我们什么主题呢 我就在祷告 我就在默想 用了好几天的时间去默想 去祷告 我就不断地问神说 到底你2021年 要给我们什么主题呢 不过弟兄姐妹 你要记住我 就算2020年的主题是 神以恩典为我们联系的冠冕 我们的路径要地满自由 对吗 这并不表示只有2020年 神才这么做 神给我们主题是告诉我们说 在2020年 我们被提醒 神会在我们生命中 做这样的工作 但是你千万不要误会 以为只有2020年这样 不是的 2021 2022 直到远远 这个应许 还会继续发生在你的身上 上帝以恩典为年税的冠冕 你的路径要地满自由 一直到远远 一直到我们见主面 你都要经历这个祝福 所以所谓的主题呢 不是告诉你说 只有那一年会这样 不是 所谓的主题是提醒你 在那一年提醒你 神在你生命中的恩典 神在你生命中的作为 而不是单单只有那一年 是借着每一年 你都会看到 神在你生命中的恩典 神在你生命中的作为 而且很长的时候 其实你之前已经经历过了 只是你不知道 在2020年神提醒你的时候 你就发现到 原来过去是这样的 今年也是这样 将来也要这样 所以所谓的主题 不是说只有那一年发生 而是提醒我们说 神在我们生命中 已经做的恩典 已经做的工作 接下来 将来还要继续做的 好 那2021年的主题是什么呢 我就祷告 花了好几天的时间 当然我不是整天在那里祷告 只是时时刻刻就跟神交谈 跟神祷告 然后在那里默想 跟神对话 到底2021年 你要给我们教会 给我们弟兄姐妹们 什么主题呢 圣灵就告诉我说 在这一年 我要使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我要在你的教会 和教会的弟兄姐妹 还有线上的 听讲道的弟兄姐妹 神要在我们的生命中 我们的家庭中 使不可能的成为可能 然后我就赶快 你知道人很常是这样的 所以你学习聆听神的话语 你要有耐心 你要有耐心 还记得我们三个星期的道吗 快快地听 慢慢地说 慢慢地动路 但你跟神对话的时候 也是一样 你要快快地听 不要挤着说话 快快地听 慢慢地说 当然你不应该跟神动路 慢慢地说 快快地听 慢慢地说 当然虽然我们讲 我们不应该 不过有时候 我们人还是软弱的 有时候会生气 会发脾气 向我们的上帝发脾气 但是我要告诉你 我们的上帝真的很爱你 就好像父母一样 不断地 孩子不管怎么发脾气 父母还是一样爱他的 所以你赶快回到他那里 你的上帝还是一样的爱 所以当我跟神对话的时候 上帝就告诉我说 2021年我要在你们的生命当中 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 使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 我要施行这奇妙的作为 虽然我知道我们听神的话 不要太快下结论 我们要跟着神的带领 我们要继续让神说话 但是人也是软弱的 对吗 人是软弱对吗 人是软弱的对吗 第二个问题 你的牧师是人吗 是人嘛 对吗 所以呢 我也很快地下一个结论 你知道吗 我星期天才告诉大家 快快地听 慢慢地说 结果我听神告诉我说 2021年我要使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我就很快下一个结论了 我的头脑里面立刻开始工作了 我的头脑里面立刻想 有什么境界呢 在神凡事都能 对吗 我立刻想到那个境界 2021年主题是在神凡事都能 然后圣灵告诉我 不是 我的头脑里在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我就想到另外一节经节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圣灵也告诉我 不是 我要做的比这个更厉害的事情 更厉害的事情 不可能变成可能已经很吓人了 很厉害了 你要做比这个更厉害的事情 是什么呢 然后圣灵就告诉我 你去看罗马书第四章 罗马书第四章 然后神就叫我看第十七节 神有告诉我这个经节 但是我那时候要去找 所以从第四章去找 找到第十七节 就知道是这节经节了 这节经节怎么说呢 我们一起来读 罗马书第四章第十七节 亚伯拉罕在上帝面前 是我们所有人的父 正如圣经上说 我已经立你做万主之父 他所信的上帝 是能够使使人复活 使无便有的上帝 我们再来一起读 亚伯拉罕在上帝面前 是我们所有人的父 正如圣经上说 我已经立你为万主之父 你所信的上帝 是能够使使人复活 使无便有的上帝 你们觉得 当你们读这节经节的时候 你觉得神给我们的主题 是哪一个呢 比不可能变成可能 还更厉害的 是什么呢 有谁要猜 我们再来看那节经节 我们来看下半句 他所信的上帝 是能够使使人复活 使无便有的上帝 我把那个范围缩小了 亚伯拉罕所信的上帝 是能够使使人复活 使无便有的上帝 你们觉得 哪一个是最有可能 神给我们的主题呢 对了 使无便有 哇 使无便有 从没有变成有 这个比不可能变成可能还更厉害 你知道吗 从完全没有变成有 我们来看 使无便有在永吻是什么 使 使者的使 一边人字旁 一边是力 奴隶的力 使 使无便有 使这个字永吻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字永吻是 Kaleo Kaleo的意思是 召唤 呼唤 呼召 召唤 然后 无呢 无就是没有嘛 在永吻是什么呢 在永吻是 Meonta Meonta的意思是什么呢 Meonta Me在希腊文是没有 onta是什么呢 存在 Meonta就是没有存在 没有存在 所以Kaleo是召唤 Meonta是没有存在 然后有呢 考大家了 Meonta是没有存在 在希腊文里面 Me是没有 Onta是存在 所以Meonta就是 无咯 没有咯 没有存在 那有在希腊文是什么呢 Onta 哇你们太厉害了 就是Onta了 没错 Meonta就是没有嘛 那有是什么呢 Onta啦 Me是没 Onta是有 Meonta是没有 没有存在 然后Onta就是有 所以这个原文 这个词是什么呢 在原文这个词是 Kalutos Ta Meonta Hos Onta Kalutos Ta Meonta Hos Onta Kalutos的意思就是 Kaleo 招呼 然后Meonta就是没有 Hos就是成为 变成 然后Onta 有 他这边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边的意思是 上帝能够从没有 召唤出有 从没有创造出有 根本是没有存在的 他能够创造出存在来 从他口中所处的话 能够使没有变成有 根本是没有存在的 神能够借着他口中的话 口中的命令让他存在 这就是今年神要在你身上 和你的家庭所成就的 我们当中可能有的人没有健康 今年神要创造出健康 我们当中可能有的人 没有资产 而是一大堆的欠债 如果我讲到你的话 你就心中默默地举手吧 不要在我们这边举手吧 当然线上的你可以举手 除非你附近有人你不好意思 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没有资产 却有一大堆的欠债 但是今年神要使没有的 变成有 神要创造出资产来 你会很惊讶 我过去都是欠债的 怎么今年开始有资产呢 各位弟兄姐妹 这是我们的上帝要做的 可能你跟你家人的关系是很糟糕的 你跟你的家人根本没有一个好的连结 你跟你的孩子根本不能connect在一起 不能连结在一起 没有办法连结在一起 你们之间好像没有这个联系 但是上帝要创造出美好的连结 美好的关系 跟你和孩子之间 跟你和你的家人之间 你们夫妻之间 神要创造出这美好来 从没有变成有 当我在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 神就告诉我 其实呢 其实我已经在你的教会 成就这样的事情了 其实你不知道吧 所以这个是我刚才告诉大家的 我们不要以为说 神给我们这个主题呢 就是只有今年会发生 不是的 是除了今年 将来每一年都会继续发生 就是今年神提醒你说 他做的工作 其中一个是这个 所以你今年要专注在这个 不代表说明年就没有了 也不代表说 之前给的主题就没有效了 不是的 只是今年神提醒我们这件事情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呢 其实神已经做了 只是我们不知道 神就告诉我说 虽然我现在才给你2021年的主题 但是呢 在2020年 我已经在你教会 做了这奇妙的工作 什么奇妙的工作呢 当我在这间教会牧养的时候 我就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要用科技来传福音 我们要用网技网络来传福音 所以我不断地去寻找那些资料 我记得我曾经参加过一个 国际的教会领袖之间的领袖训练营 在那里我就去跟一个牧师聊天 这个牧师我很欣赏他们的教会 因为他们教会献上的崇拜做得非常好 非常有水准 非常成功 我就问他说 你们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他就告诉我说 因为他们教会有这些专业人才 所谓的专业人才是 他们已经是受训的了 可能是在大学或者在大专 从这一方面毕业的 所以当我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呢 我想你跟我的反应应该是一样的 我就在想 这样我们教会是不可能的 我们教会有各方面的人才 我们要感谢神 我们有行政的人才 我们有关怀的人才 我们有传播音的人才 我们有分享的人才 我们有教导的人才 我们有各方面的人才 但是你要知道 事务是一个小地方 小地方的话呢 不能留住那些多媒体的人才 对吗 因为你们什么地方发挥 所以我们事务是很缺乏多媒体的人才 对吗 再加上我们教会也只有几十个人 怎么可能会有这方面的人才呢 所以我第一个想到的反应就是 哎呀 那是不可能的 那时候是2019年 你知道吗 7月的时候 我去参加这个领袖训练营 我就在想不可能的 最快要5年 看一下神怎么样预备人给我们 或者是带一些人才来到我们当中 或者训练我们当中一些人 我第一个想到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根本没有 没有怎么变成有 我们没有器材 我们没有人才 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 怎么可能变成有呢 结果2020年因为疫情的原因 神告诉我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被呼召传养我的话语 以我的话语来牧养我的养群 所以就算已经有总会的线上崇拜 也有其他教会的线上崇拜 你还是要宣讲我的话语 然后当我们开始实体崇拜的时候 神也很清楚地告诉我说 现在你就有两个选择 一个选择就是停止线上崇拜 从此你的教会可能会越来越不重要 对社会越来越没有什么影响 第二个是继续线上崇拜 你会发现到你们的崇拜 你们的道会帮助到和祝福到多少个人 然后感谢神我们的教会的指示们 也有这个感动 勇敢地继续做这个线上崇拜 你可以想象吗 我们是完全没有这个人才的 也完全没有这个器材的 就好像我告诉大家的 我们完全是从零开始学起的 所以在2019年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没有器材 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 没有这方面受训的人才 但2020年神做了什么事呢 从没有变成有 你看到了吗 你经历到了吗 从没有变成有 我们去年时候已经经历到 神今年要给我们的主题 从没有变成有 然后我们的线上崇拜 线上的讲道 不是单单只有马来西亚人听 还有世界各地的人都在听 所以神在使用我们 把福音传到更远的地方去 神在使用我们 使用这个平台 让更多人能够听到 耶稣基督恩典的福音 所以2020年 我们已经经历到今年的神迹 此无便有 完全没有的 这个事工是完全没有的 突然间冒出来 就这样子出来了 完全没有器材 变成有器材 完全没有这些专业知识 变成不断地越来越专业 完全没有人才 从零开始学起 神都是做奇妙的事 使无变成有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不只要发生在我们教会 也要发生在你的身上 可是要怎么样才能够发生在 你的身上呢 我们来继续地看这个经节 我们先来看这段经节里面 亚伯拉罕怎么经历上帝 死无变成有 亚伯拉罕怎么经历上帝 死无变成有 罗马书第四章第十八节 就是十七节过后 我们继续看 罗马书第四章第十八节 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十七节过后 我们先看亚伯拉罕怎么经历 神死无变成有 然后继续来看 你今天要怎么样才能够经历 这个死无变有的神迹 四章十八节 他在毫无指望的情况下 仍然满怀盼望地相信 上帝的应许 因而成为万族之父 正如上帝的应许 你的后裔比这么多 那时他将近百岁 知道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 撒拉也过了生育的岁数 但他的信心仍然没有动摇 这里告诉我们说 亚伯拉怎么经历 神死无变成有的神迹呢 他那时候已经快要一百岁了 圣经告诉我们说 身体已经死了 就表示他已经没有生育的能力了 然后撒拉呢 撒拉已经过了更年期了 他已经停经了 也没有生育的能力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还可能生孩子吗 所以上帝死无变成有 亚伯拉罕的生育能力已经死了 撒拉的生育能力已经死了 上帝死的复活 然后上帝死无变成有 他没有孩子 变成有孩子 亚伯拉罕的生育能力已经死了 就表示他根本已经是没有精子了 然后撒拉的生育能力也已经死了 表示他也根本都没有卵了 所以这个东西是完全没有的 但是上帝能够死无变成有 然后就生下了以撒 生下了以撒 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经历 死无变成有的 年近一百岁 还能够生下孩子 我们的华文叫做 老来得子 对吗 年近一百岁 还能够生下孩子 你看到吗 亚伯拉罕经历 死无变有的神迹 没有孩子变成有孩子 上帝创造奇妙的作为 在他们两个的生命当中 赐给他们一个亲生的孩子 这事是怎么样会发生呢 要如何才能够经历这样的神迹呢 从这里我们看到第一点 亚伯拉罕相信 这个很重要 我这里讲的第一点 其实也是唯一的一点 就是相信 相信 亚伯拉罕相信 这怎么告诉我们呢 第四章第十八节 我们一会去看 他在毫无指望的情况之下 仍然满怀盼望的相信 上帝的应许 在毫无指望的情况 就是你在看不到希望 在完全没有希望的情况下 亚伯拉罕还继续相信上帝 然后接着 四章十九节 那时他将近百岁 知道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 撒拉也过了生育的岁数 看到什么 他已经年近百岁 他自己知道 他的身体反驳是死了 撒拉他也知道 撒拉已经停经了 过了生育的岁数 但是你怎么告诉我们呢 他的信心没有动摇 也就是说 当他看到不可能的情况之下 他仍然相信 所以这个叫做相信 相信的意思是什么呢 在你完全没有希望的情况之下 你仍然相信上帝 在你看到不可能的情况之下 你仍然相信上帝 所以当人家告诉你 2021年不会有什么好的希望 不会有什么好的发展 在所有人告诉你说 看不到希望的时候 你仍然相信上帝 当你每一天看到 那个数据不断的上升 我讲的数据不断的上升 不是指股票 我是指新冠肺炎确诊的数据 当然有时候下降 有时候上升 就是还在很高的情况之下 当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是 这些情况 这些没有希望的情况 这些种种的困难的时候 你是否还能够相信上帝 这就是相信的意思 圣经告诉我们说 亚伯拉罕在没有指望的时候 在看不到希望的时候 他仍然相信上帝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亚伯拉罕真的从来没有怀疑过吗 我读另外一节经节给大家听 那节经节的情况是这样的 那时候上帝跟亚伯拉罕 允许说他要生一个孩子 他跟他的妻子要亲自生一个孩子 那你知道亚伯拉罕的反应是什么吗 我读给你们听 《创世纪》第17章第17节 亚伯拉罕就夫妇在地 笑了起来 心想我一百岁了还能生孩子吗 撒拉已经九十岁了还能生养吗 这是圣经的记载 《创世纪》第17章第17节 我再读给大家听 那当时候上帝允许亚伯拉罕说 他跟撒拉要生一个孩子 亚伯拉罕的反应是什么呢 亚伯拉罕就夫妇在地笑了起来心想 我一百岁了还能有孩子吗 撒拉已经九十岁了还能生养吗 然后亚伯拉罕就对上帝说 用以食玛利蒙你赐福 那是他跟他婢女所生的孩子 但是那个不是上帝的允许之子 上帝的允许之子是以撒 所以你看到吗圣经《创世纪》记载 这节经节这句话 请问亚伯拉罕是有信心还是没有信心 怀疑对吗 他心里笑着 那你会觉得很奇怪 明明《创世纪》记载 亚伯拉罕至少那一次没有信心 对吗 但是我们今天看的罗马书 却告诉我们说 亚伯拉罕的信心不动摇哦 我再重复 你有看到那个问题了吗 《创世纪》很诚实地记载 至少那一次 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动摇的 可是罗马书却告诉我们说 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没有动摇的哦 你就继续读下去 罗马书第四章第二十节 他没有因不信而怀疑 上帝的允许 反倒信心更加坚定 将荣耀归给上帝 二十一节 他完全相信上帝 必能实现他的允许 然后二十二节 因此他被算为义人 哇 罗马书讲到亚伯拉罕 是非常有信心的 对吗 从来没有怀疑过 从来没有动摇过 是非常坚定的 所以上帝算他为义人 所以我曾经听过 真的有人告诉你说 亚伯拉罕有多好多好 可是我明明读《创世纪》的时候 告诉我们说 亚伯拉罕为了自己的命 至少说谎了几次 两次 对吗 他的老婆也太爱他了吧 说谎了两次 不承认他的老婆是他的老婆 然后接着我们看到什么呢 这里也告诉我们说 亚伯拉罕心里面在笑 这是多么不尊重的 你知道吗 心里面在笑 他在怀疑 所以当人家告诉我说 亚伯拉罕有多好多好的时候 我就在想 明明《创世纪》给我们看到 亚伯拉罕跟你跟我一样 叫做 人 跟你身旁的人说 你跟我一样 都叫做人 人都是有软弱的嘛 对吗 所以我告诉你 圣经是很诚实地 把人的软弱给记下来 你知道有一天 我的孩子就问我说 阿爸 为什么在旧约圣经里面 一个人可以娶几个老婆 你有孩子问过你这个问题吗 有主路学老师问过你这个问题吗 如果你的孩子问你这个问题 你会怎么回答 小孩子不要问那么多问题呀 读就是了啦 是这样吗 这样不好啦 或者 你会跟你的孩子讲 你礼拜天自己去问牧师啦 这个还不错啦 知道你叫他问牧师啦 还是你自己回答他呢 我的孩子就问我说 为什么在旧约圣经里面 那些男生可以娶很多个老婆呢 你怎么回答 上帝会允许吗 我的回答是 上帝一开始在创世纪 创造天地的时候 已经定下了这个规矩 什么规矩呢 就是一夫一妻 一男一女 OK 一夫一妻 一男一女 懂吗 不是一夫多妻 或者一妻多夫 也不是一男一男 或者一男 或者一女一女 OK 我再重复 听得懂华语吗 神一开始创造天地的时候 已经定下了这个原则 就是一夫一妻 一男一女 OK 我们这里都是一夫一妻 一男一女的嘛 对吗 虽然我的名字是陈美琴 但是我是男的 OK Birth Certificate 证明我是男的 OK 一夫一妻 一男一女 OK 这是神定下的原则了 这是神定下的规则了 所以呢 可以娶很多老婆吗 当然不可以 对吗 所以我跟我的孩子说 当然不可以 但是圣经很诚实地 把人的软弱 记载下来 他告诉我们说 人是多么的不听话 多么的邪恶 多么的软弱 但是上帝还是爱我们 从来没有放弃我们 不断地呼召我们悔改 你看那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 创世纪很诚实地记载 亚伯拉罕的软弱 亚伯拉罕的挣扎 很诚实地记载 那问题来了 为什么保罗写的罗马书 会把亚伯拉罕讲得这么好呢 那我告诉你原因吧 你一定会很震撼的 罗马书 保罗是用神的眼光 来看亚伯拉罕 我再重复 罗马书 保罗是用神的眼光 来看亚伯拉罕 事实中的亚伯拉罕 是有软弱的 也有时候会怀疑的 但是神眼中的亚伯拉罕 却是那么完美的 你想不想也像亚伯拉罕一样 所以有人讲到这段经文 讲到亚伯拉罕 就把亚伯拉罕讲得多好 我觉得那是很大的错 因为我们不诚实 神很早就训练我一件事情 诚实地看圣经 圣经很诚实地告诉你说 亚伯拉罕就是这样软弱 亚伯拉罕就是有他的弱点 亚伯拉罕就是也有信心软弱的时候 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说 在神的眼中 亚伯拉罕是这么的完美 我想问大家一下 你是完美的 还是像亚伯拉罕一样软弱的 我也是像亚伯拉罕一样软弱 我也是人吗 再重复一下 你的牧师是人吗 不要说你的牧师不是人 你的牧师真的是人 有一天有人告诉我 教会的领袖告诉我 牧师他们是在称赞我 好像人家讲你坏话 怎么对待你 你都不会记恨在心里面 也不会生气的 你好像不是人 我说我是人 我也是人 懂吗 我也是人 看清楚我是人 你看如果你不信的话 你现在开YouTube 在video里面会看到我的 懂吗 我是人 我也是人 我有软弱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 但是我们想不想像亚伯拉罕一样呢 就算是有软弱 但是在神的眼中 确实完美的 要怎么样才能够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想不想 我看不出你们很想 你们是很想知道 怎么样像亚伯拉罕一样 在神的眼中是完美的呢 还是很想快点可以去吃早餐呢 OK 来我们来看 要不然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是完美的 罗马书第四章第十六节 我们一起来读 罗马书第四章第十六节 所以上帝的应许 是借着人的信心赐下的 好叫这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的恩典 确保应许归给所有亚伯拉罕的子孙 不单是守律法的人 这里讲不单是守律法的人 不是告诉你说你可以靠着守律法称义 不是告诉你说你可以靠着守律法在神的面前完美 不是 这里讲不单是守律法的人 是指不单单是以色列人 然后也包括一切效法亚伯拉罕信心的 也包括一切的外邦人 不是单单是以色列人 也指外邦人 只要你用意相信 你就在神的恩典里面 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 而神的恩典是单单基于耶稣基督 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四章第十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受害而死是为了我们的过犯 他复活是为了使我们成为义人 我再重复罗马书第四章第十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受害而死是为了我们的过犯 他复活是为了使我们成为义人 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 要洗尽我们一切的过犯 然后复活为了使我们称义 这就是神恩典的根基 神恩典的根基是在耶稣基督 不是在人的表现 所以因为亚伯拉罕信上帝 他就进入这恩典里面 然后在神的恩典里面 神看的是谁 看的是耶稣 对吗 因为根基是耶稣嘛 耶稣是完美的吗 是 对吗 所以上帝看亚伯拉罕的时候 不再看亚伯拉罕 因为亚伯拉罕信上帝 他就在恩典里面 他就在耶稣基督里面 就好像 我没有带厚厚的书上来 我看过好多人做这个很好的比喻 OK 这个比喻就是 这是什么 这是五十块 我们马来西亚的钱五十块 我有一天出门的时候 不小心在一分钟之内变成百万佛 只可惜我忘记拍下来 那时候我要去一个国家 然后就去机场换钱 三百多块换到一百万 你要是去什么国家吗 去印尼 所以那时候我跟我的孩子讲 阿爸的厨里面有几十万 他开心去看一下 印尼炖几十万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马来西亚的钱五十块 现在你看到五十块对吗 当我把这个五十块 缠在这本书里面 你是看到五十块呢 还是看到这本书 不要告诉我 你有透视眼 可以看到五十块 你是看到五十块 还是看到这本书 书对吗 你看不到那五十块对吗 这就是这里的意思了 当我们缠在 等一下记得叫我拿出这五十块 好 这就是这里的意思了 当我们缠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 上帝看到的是耶稣基督 上帝看到的不是我们 所以当亚伯拉罕相信神的时候 他就在恩典里面 他就在耶稣基督里面 上帝看到的不再是亚伯拉罕 上帝看到的是耶稣 因为亚伯拉罕缠在耶稣基督里面 请问耶稣基督是完美的吗 耶稣基督是圣洁的吗 耶稣基督是完全的吗 所以当上帝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 而不是看到亚伯拉罕的时候 他看到的是怎样的一个亚伯拉罕 他看到的是 完美的 完全的 这就是罗马书的意思你知道吗 圣经没有自相矛盾 圣经则是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事实上我们人是软弱的 但是当你用意相信耶稣在神的恩典里面 藏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 上帝看到的你是完美的 不是因为你有多完美 是耶稣的完美算在你的身上 耶稣的意算在你的身上 耶稣的完全算在你的身上 上帝看到的是 耶稣基督 因为他的恩典是单单基于 耶稣基督 他的恩典不是看你的表现 完全不受你表现的影响 所以只要亚伯拉罕相信上帝 就算他有时候有怀疑 就算他有时候会做错说谎 但是会影响到神给他的恩典吗 不会 会影响到神给他的评语吗 神怎么看他吗 不会 因为这个恩典不是基于 亚伯拉罕的表现怎么样 这个恩典是基于耶稣基督 我想问你 当亚伯拉罕软弱的时候 耶稣有软弱吗 当亚伯拉你跌倒的时候 耶稣有跌倒吗 当亚伯拉罕不完全的时候 耶稣有不完全吗 不管亚伯拉罕是怎么样的 耶稣基督远远是完全的 远远是圣洁的 远远是完美的 而上帝的恩典是基于耶稣基督 所以不管亚伯拉罕怎么样 神的恩典就远远都不会改变 只要亚伯拉罕相信神 神看亚伯拉罕远远都是完美的 圣洁的 圣洁怎么告诉我们呢 完美无虾 你知道什么是完美无虾吗 完美无虾不是完美到没有虾好吃 你们很喜欢吃虾吗 我很喜欢吃虾啦 但是我很懒惰霸虾皮 记得在我拍拖的时候 刚刚结婚的时候我很幸福 每次师母都会罢给我 但是有了三个孩子之后 就没有这个特权了 因为他要罢给三个孩子嘛 然后我应该要帮忙罢给三个孩子嘛 所以做丈夫的你要长大 不要拥有像小孩子一样 当你有孩子的时候 你要一起照顾孩子 不是等着你的老婆照顾孩子 要照顾你这个长不大的孩子 你要跟他一起照顾孩子 所以完美无虾 不是完美到没有虾好吃 完美无虾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找不到任何缺点 你知道吗 这是圣经讲的 当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 你在神的眼中是完美无虾的 我们就是教会的一份子 而教会就是耶稣基督 完美无虾的信仰 你知道吗 难道我们真的没有缺点吗 难道教会没有缺点吗 如果我告诉你 我们教会是完美的没有缺点 那个是在骗你的吗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 问题 就算一个没有问题的地方 只要你出现也是会有问题的 因为你是人 这样有人的地方就是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有很多问题 所以我们教会也不是完全没有缺点的 我们教会也是有一些缺点的 你的牧师也不是完美的 也是有一些缺点的 但是美好的祝福是 在神的恩典里面 因为耶稣基督 你跟我在神的眼中 是完美无虾的 如果你真的不明白 什么意思叫做完美无虾 我在上心理学的时候 我就学了这个功课 但是我要很诚实地告诉大家 那堂课是在十多年前上的了 我不懂现在的父母是不是也是那样 那时候十多年前我上过一个心理学的课程 它里面一个研究就告诉我们说 当妈妈生好孩子的时候 我不懂现在的父母是不是这样 我还是在强调了 但是那时候真的 那个研究是这样 而我也发现到 我身旁的人也真的是这样 当妈妈生下她的孩子的时候 至少那前面一到三个月 她一定会觉得 她的孩子是全世界最好看的 最美的 最棒的 就是她的世界了 她一定会说 你看我的安隆多么美 多么好看 就算你不觉得 你也不要乱乱讲话 懂吗 她的眼中就是最美的 这是最好看的 但是呢 心理学的研究是 通常是三个月左右了 三个月之后呢 因为要照顾孩子啊 开始有点烦躁等等 所以开始就没有这种看法了 我听说现在的父母 更快 一个月 甚至只是几天吧 求生怜悯我们 但是我们要感谢神的是 有一天神告诉我说 这就是你们在我的眼中 我的孩子在我的眼中 而且不是单单三个月 是远远的 在神的眼中 你就是那么美 那么帅 就是从那时候开始 当神告诉我这个真理的时候 哇 惨了 你的牧师不能控制的觉得 自己是全世界最帅的 至少在神的眼中是这样 在神的眼中 你就是最帅的 最美的 最完美的 完美无瑕的 完美无瑕的 我们在神的眼中 就是这么完美的 因为耶稣 而且这个是远远不会改变的 所以你要不要经历 像亚伯拉罕一样的神迹呢 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神迹 就是死无变有 你要让这个神迹也发生在你身上吗 2021年你要看到神怎么样死无变有 可能你身上都是病 没有健康 神要使健康发生在你身上 使没有健康变成有 健康 可能你欠了一大堆的债 收入受到很大的影响 从你懂事以来 你发现到你的银行户口 最多只有五个位数 哇 你可能会想五个位数很多耶 我还没有讲完 还要有小数点的五个位数 知道什么都有小数点吗 可能你的银行户口就是这么多钱 你从来没有所谓的资产 但是呢 今年神要为你创造出资产来 从没有变成 可能你跟你家人真的不能连接在一起 你每次回家就觉得你是 就好像孤独老人一样 我曾经跟大家分享 我最近为了进入我孩子的世界 就跟他们一起玩游戏 然后那个游戏通常是五个人一队的 有时候他们已经组五个人的时候 就忘记我这个孤独老人 因为他们的两个 五个人一队嘛 他们有两个很好的朋友会跟他们玩嘛 那两个朋友如果没有跟他们玩 我就会跟他们一起玩 如果已经组完五个人 就变成孤独老人 那其实也没什么 我其实也很烦的啦 没有问题的啦 不孤独不孤独 我要讲的是 你们回到家的时候 你感觉到你不想待在那里 你还想离开 你会觉得这个家 你觉得你很陌生 如果你是这种情况的话 你会觉得 仿佛感觉到你不是家的一份子 你是被排斥在外 你如果有这种感觉的话呢 我要告诉你 你跟你家人没有正确的关系 也没有健康的连接 今年神要为你创造出健康的连接 跟你的丈夫或者妻子是非常恩爱的 跟你的孩子是非常健康的连接在一起 今年神要创造出这个神迹啦 只要你用于相信耶稣 这就一定发生在你身上 我再重复 完全不受你的表现影响 就算有时候我们有软弱 有跌倒 但是因为耶稣基督 上帝看你远远是完美的 这就是恩典 因为耶稣基督上帝远远赐福于你 这就是恩典 因为耶稣基督上帝算你为义 这就是恩典 远远的恩典 远远不改变的恩典 是单单因为耶稣基督 所以从现在开始 拜托你们 不要再去想 我的表现够不够好 不要再去想 我做得够不够多 不要再去想 我读的圣经经节够不够多 我服事够不够多 当然我要讲的读经 祷告服事都是好的 但你不要去用这些来换取神的祝福 不要再去想了 我到底有没有不小心 做错事情 我今天不小心发脾气 当然我们要反省 要悔改 这些都是好的 但是你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就是就算我有软弱 就算我有跌倒的时候 但是神对我的爱是远远不会改变的 只有在这种健康的情况之下 你才能够长大 只有在这种健康的情况之下 你才能够越来越圣洁 只有在这个健康的情况之下 你才能够接受自己的软弱跟跌倒 让神帮助你重新站起来 所以你要有一种正确的观念 不要再想了 我的表现够不够好 我够不够爱上帝 我够不够完美 我够不够伟生 我够不够圣洁 反正我们一定不够的 所以我们需要耶稣基督 懂吗 如果你觉得你够的话 很危险你知道吗 那叫做骄傲 我再重复 如果你觉得你很够圣洁 你很伟生 你很爱上帝的话 我要告诉你 你要小心 那个叫做骄傲 我们远远都不够的 远远都爱上帝 爱不够 远远都不够圣洁的 所以我们需要耶稣 而在耶稣基督里 上帝看你远远是圣洁的 远远是完美的 他远远爱你 远远不改变 当你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 今年2021年 你要经历上帝 怎么样在你的生命中 在你的家庭中 在你的事业中 在你学业中 在你各方面 上帝要始无变成有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 现在有一个机会 让你来相信耶稣基督 你需要相信耶稣基督 你才能够在这恩典里面 你才能够经历 始无变有的神迹 现在可以跟着我一起祷告 来相信耶稣基督 跟着我一句一句地说 亲爱的主耶稣 我要来相信你 接受你 做我的救主 和生命的主 一生跟随你 谢谢你耶稣 永远爱你 阿美 我们一起再来祷告 天父上天我们感谢你 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就在你的恩典里 我们就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在你的眼中 是完美无瑕 是圣洁 是完全的 虽然事实上 我们还是有软弱的时候 我们还是有跌倒的时候 我们还是有不完全的时候 但因为耶稣基督 你看我们的眼光 是不一样的 你看我们是完美的 你看我们是圣洁的 你看我们是完全的 谢谢你天父上帝 这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 单单因为耶稣基督 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是远远都不会改变的 远远远远远远远 直到远远远远 谢谢你天父上帝 今天我们要看到你在我们生命中 家庭中 事业中 经济中 我们的健康 我们的各方面 我们的学业 在我们人生中的各方面 我们生命中的各个层面 我们要看到你怎么样 死无变有 要让这个神迹发生在我们身上 死无变成有 从没有创造出有 我们要看到你在我们的人生中 在生命中施行着奇妙的作为 奉耶稣基督名祷告 阿们 我们一同来领受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和圣灵的大能 参与我们每个人同在 愿圣父圣子圣灵 三位一体的主 每一天看顾你和你的家人 不论你们在什么地方 上帝大能的手都保护你们 不论你们在什么地方 神要保护你们 不遭遇任何的患难 不遭遇任何的灾害 不遭遇任何的意外 不遭遇任何的致命的疾病和瘟疫 神要亲自地保护你们 你出你路 上帝的平安 都远远与你们同在 你要看到神怎样 在你的生命中 施行奇妙的作为 要始无变成有 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 阿们 云图宣灵的缘子圣灵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